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s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呢 我们学过我们的变量 包括我们的数据类型 也知道变量是来保存值的 在脚本执行期间呢 可以变化的量 那接着和变量相对应的 有一个叫长量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长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在这呢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这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所有内容 第一个长量 我们在学习之前呢 要知道什么是长量 那首先长量呢 也是一个简单值的一个标识符 它正好和变量相反 在脚本执行期间呢 这个值不能改变 也就是我们长量的值一经定义呢 是不能对它进行重新复值的 那这就是长量 那首先知道什么是长量了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有哪些长量 在这呢看到长量的分类 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系统长量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自定义长量 第三呢还有我们的魔术长量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一下系统长量 那说到系统长量呢 就是给大家提供好的 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的 在这块呢没有写太多 写了三个常用的 想得到PRP的版本 我们可以通过PRP的Warsen 想得到这个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呢 我们可以通过PRP的OS 像我们的这个 想得到这个Pi的值 3.1415926这个值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M下华线Pi 这是系统给大家提供好的这些长量 我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三个长量的值 我们可以写个简单的测试 来个Demo 写成一个长量 test construct 小线1 那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系统长量 首先看一下得到PRP的版本 Echo一个PRP的Warsen 得到PRP的版本 再来一起来看一下 得到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 Echo一个PRP的OS 第三个还有是我们的这个Pi的值 比较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 MPI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你会看到我们当前的版本的5.4.0 没问题 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的VNT 包括我们的Pi值3.1415926 这一堆都得到了 这是我们使用的是系统长量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自定义我们的长量 首先自定义长量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可以通过逮范 通过逮范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个长量 那首先呢和变量一样 需要给这个长量起一个名字 第二呢 需要给这个长量保存什么样的值 这样呢就可以定义一个长量 现在你看到在这块还有一个方口号 那方口号呢代表我们的可选参数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等我们在讲到函数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首先在这块先认识一下 那定义一个长量之后 在定义的时候 我们有几项是需要注意的 那第一项 它和我们的变量不一样 那变量的名称呢 都是以Dollars开始的 那我们的长量呢 长量的名称前面 是没有这个Dollars符号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需要注意 我们的长量名称呢 同样也是以字母 或者下滑线开始 那尽量使用我们的大写字母 那第三点呢 我们长量呢 可以在任何地方定义和使用 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长量一经定义 不能改变 也不能取消这个定义 这是第四点需要注意的 那第五点 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长量的值 可以给哪些值呢 值只能是标量 虽然说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源 但是呢 我们尽量不要去使用这个资源 更常用的呢 我们就长量的值 用标量作为我们长量的值 像我们的这个整形 浮点类型 布尔类型 包括我们的字符串类型 可以当做我们长量的值 再往下最后一点需要注意 长量默认是不区分大腰写的 如果说你要需要区分大腰写 需要给这个得范函数 刚才看到的第三个参数 把它设计成处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方式 来定一个长量 再来一个例子 写成一个得范 通过得范函数可以定一个长量 那首先呢 得范一下 给它起一个名字 假如说写成一个麦字 它的值是什么呀 我写成一个最大的 在线教育平台 IT在线教育平台 那这样你看到 一个长量就定义好了 那接着我再定一个 得范 写成一个username 值是谁呢 写成一个king 同样的也可以 你看到我在写的名字的时候 都是以大写字母开始 把它放到我们的引号之间 这样一个形式 那再往下我们再来定义一个 得范一个 你可以写成一个 小鲜小鲜的test 值是 this is test 大写小写都可以 现在我们保存的 都是一个字符串 再来定义一个 得范一个age 年龄 值是一个12 再得范一个 薪水 salary 值是一个福点数 1234.56 再来保存一个 是否结婚 写成一个married 值是一个处 代表结婚了 那这样我们就定义好了 这些长量 比较简单 对吧 那定义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 如何来使用我们的长量 首先看一下 使用长量呢 我们可以来看 在这 自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长量了 首先想得到长量的值呢 我们可以直接写 这个长量的名称 第二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const函数 来得到这个长量的值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通过第一种 直接来写长量的名称 就可以看到这个长量的值 你想得到一下 mass这个长量的值 你看到 直接输出 写上它的名称就可以 记住 不要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长量输出的时候 直接写长量的名称 好 来看一下 应该得到什么呀 最大的三线教育平台 那现在这个字不认识 是不是应该写什么呀 对 写heider 这个呢 我们已经写过好多次了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ight-utf-8 接着你会看到 最大的 IT在线教育平台 这样一个形式 那再往下 你说我想看一下其他的 我就直接来测试了 echo一个 hr echo一个username 你看到我们长量的名字 是大写的 但是我在输出的时候 写了一个小写的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 我想要的king 你看到 默认是区分大要写的 如果说想不区分大要写呢 是不是应该给它一个 处啊 让它代表不区分大要写 那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试验 当你这样写之后 你看到就是一个 普通的字符串 而我们的字符串呢 更应该的是 把它写到引号之间 虽说也看到这个字符串了 但这样的写法是不对的 那再往下 你想看到这个username的值 需要来大写 echo user name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写没有写错啊 默认是区分大要写的 区分大要写 如果说想不区分大要写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不区分大要写 这块写错了 应该给第三个参数为处 那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做测试啊 好 接着再来看 这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这个长量的值 KING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 下面以此类推 都可以 那现在我说了 这个年龄 或者说薪水我涨了 我想重新对这个薪水 重新定义一下 你说可不可以呢 我们来实验一下 记住 常量一经定义不能改变 写上一个 Celary 值是你说写上一个 涨了 涨到9999了 一个月 接着你说再来输出一下 Celary 你会看到 还是你之前定义的 123.456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通过 直接写常量的名字 来得到的这个值 同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 通过Const函数 也能得到这个常量的值 通过Const函数 得到常量的值 我们来试验一下 现在我想得到一下什么呢 我想得到一下 是否 得到一下这个 效应 效应 Test 这样一个值 那现在你需要 通过Const函数 得到一下 哪个常量的值呢 需要写上你的常量名称 Test 它就会返回 这个常量的值 那接着你想看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 Echo一下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 Laysays a Test 证明已经得到了 这是我们通过 两种方式 来得到常量的值 以此类推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这些个值 没有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看 你也可以得到 常量的值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常量 意见定义 不可以改变 如果说你之前 定义了一个名字 定义了一个值 那现在在下边的时候 还想定义这个常量 对吧 但你又忘了 我之前定义过 没有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来检测一下 这个常量的值 是否存在 我们就可以通过 得犯的函数 来检测一下 这个常量的名称 是否已经被定义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通过 得犯的函数 检测 常量 是否被定义 那检测的结果呢 只能是真 或者是假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得犯的 检测一个谁呢 小线小线的test 现在我们看到了 肯定是被定义的 那此时呢 它应该返回的是 真 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看到一个处 布尔的处 证明是一个真 来一个水平线 那我们再来打印一个 再来检测一个 对犯的 检测一个谁呢 写成一个 首先有这个常量吗 没有 没有的话 那现在你会看到 是不是布尔的False 对吧 那证明 正因为有了这个检测的函数呢 我们在定义常量之前呢 就可以这样来 首先判断一下 判断 使用一下我们这个if 最简单的if else的形式 如果这个常量 defended $name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再来定义 不存在的话 再来定义 定义常量 通过defin函数 $name $value else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使用这个常量 echo一下 $name 首先你看一下 这样可不可以 写成一个$name 等于一个 三个a 接着呢 定义一个值 $value 等于一个 123 123 123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当我刷新的时候 应该是常量被定义 echo 常量被定义 接着再来使用一下 echo一下 $name 这样来写 你看可不可以 刷新 首先 常量被定义 那接着你看 你说出这个$name 值是三个a 这样写可以吗 这样写 是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我们还会了 如何得到这个常量的值 是不是可以通过 对 通过 const $name 来得到这个常量的值 同样的下边 这个也是 不能直接写这个变量 应该通过 const的函数 得到这个常量的值 这时候你会看到 常量被定义 123 123 这是这个常量的值 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说这一块 大家需要注意 用到了一个简单的 if else 之前呢 我们已经用过了 好 再往下 这是我们通过第一种形式 通过得范 定义的常量 还记得我们说过 如果说想不区分 大家要写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 对 给第三个参数 是常量名称 不区分 大家要写 我们就可以给第三个参数 为处 接着我们来实验一下 写成一个 对范 再写成一个 EDU 教育 指示 Math EDU 指示 Math Math 学院 好 那这样来写 你echo EDU 你是看不到这个常量的值的 因为它默认的是 区分 大家写的 你看到 只会一个EDU 你想不区分 大家写的时候 给第三个参数 给个处 这时候你再看 刷新 Math 学院 已经得到了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通过 得范函数 来定义的 再往下来看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在5.3.0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Const 来定义一个常量 那之前呢 Const 可以在类里边 来定义常量 那在我们的 5.3.0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类定义之外呢 通过它 来定义一个常量 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做一个 简单的测试 再往下 Echo一个水平线 通过Const函数 来定义一个常量 定义常量 首先定义一个Const 写成一个 Root 值是什么呢 写成一个 这些 this is root 来试验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 当你想使用 它这个值的时候 你说我直接写 Echo一个 Root 看一下是否能看到 那第二种 我们再试验一下 通过Const函数 是否能得到 这个常量的值 写成一个 Root 接着我们再来输出一个 看一下是否区分 大家写 Echo一个 Root 依次来看 首先看到 this is root 得到了这个常量的值 第二种方式 也得到了 但第三种 你看到 通过Const的定义之后 常量的名称 是不是区分 哪有写的 对 是区分的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那这时候 我们来通过 第二种方式 定义的这个常量 通过Const 也能定义 但是需要注意 5.3.0之后 才可以 好 再往下来看 现在我们定义了 对吧 我想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哪些 可以用的常量 那就包含我们的系统常量 和用户自定义的常量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 函数 get defended constructs 来得到所有已被定义过的常量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这个函数呢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这块呢 简单的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就可以 得到 所有已定义的 常量 可以打印一下 printr get 得翻倍的 constructs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没问题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数组 你可以查看原代码 刚才我们见过 来看 见过什么呢 像 peerp的watson 这儿 peerp的watson 包括mpi 等等 你看到这一堆呢 都是系统给大家提供好的这些常量 对吧 那再往下来看 看我们当前脚本中 还是否自定义过常量 在最下方 我们拖下来 你看到 这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这些常量 那这个函数呢 就返回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的系统常量 一部分是我们的自定义常量 这一点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可以通过 get defended functions 来得到 已定义的所有常量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那首先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数组的值 用了一下print2 返回的是关联数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通过这个常量的学习呢 自己来定义一些常量 接着呢 通过几种形式 来看一下这个常量的值 那再接着 我们还要检测一下 这个常量名称 是否已经被定义过 那最后呢 你再来完成一个 得到一下所有的常量 这样一个操作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